然后回来之后我想让这个基大使讲一下 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情势再度遭到了恐攻 当然这是这个联邦的这个达基斯坦 那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 结果你看到这个伤亡还蛮惊人的 15名远警殉职有平民受伤 然后呢有一名神父遭到割喉惨死 教堂也被烧 这个教堂是这个世界遗产之一 损失也很大 那警方透露这个凶手就是国际恐怖组织的信徒 那达基斯坦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稍后在基大使讲解的同时 中间的画面地图带你去了解一下 它在俄罗斯的南部靠近离海的那个地方 那它是俄罗斯算是最贫困的区域之一啦 主要的民众都是穆斯林 然后另外在今年3月 莫斯科音乐厅的大恐攻145人死亡 你记得吗 当时全世界大新闻 所以呢这次又来一个也是一个恐攻 虽然不是直接在这个莫斯科的这个都市中心 但一样非常的震撼 然后另外一头呢 我让基大使同时讲 就是普丁访问越南的时候 在越南对南韩发出了警告 他说什么 如果韩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的武器 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话讲的又直又白 非常白在越南的时候去警告韩国 只有你看到这个倒是没有冲上热搜 倒是韩国警告俄罗斯冲上了热搜 非常有意思 这个听到之后呢 韩国总统办公室的这个国安长立刻发话 俄罗斯提供北韩高精准武器 南韩对乌克兰的援助将不设限 南韩警告俄罗斯 还蛮黑色幽默 立刻冲上了手机热搜 台航榜第一名 为什么呢 下面网友都在写 原来棒子国家这么强 怎么一直没有统一一统半岛 不知道这个自信到底从哪来啊 在自己加倍蹂躏 骂外人发泄一下 IQ的国度等等之类的 基大使怎么看 对这个 这个达吉斯坦 事实上是俄罗斯联邦最南方的一块 一个自治省 他的一个省份 那这个是靠近离海的 那这个 他这个主要的人口 跟他的历史背景 他是穆斯林 他大概75%是属于 北高加索这种人种 那其他还有一些中亚 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这个 土耳其的这些族群 也在这个非常小的国度里面 那俄罗斯的人口更少 只占总人口的3.5% 那可是因为他过去 被这个俄罗斯 被这个苏联开始 被俄罗斯族长期的统治 所以他里面 除了最主要的 有这个回教以外 他有东正教 那么也有犹太教 所以过去在 苏联和俄罗斯 因为统治的时候 他是比较集权的 所以他那个社会 是比较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比较稳定的 那最近俄乌战争开打以后 已经连续发生 有关这些 这个回教的 在他们这个居住地 或者甚至远到像莫斯科 这样子发动这种恐怖的攻击 上一次莫斯科的这个剧场的 那个恐怖攻击 那抓到的很多都是属于 都是属于这个塔利班的 这些 这些回教的极端分子 所以事实上 在俄罗斯里面 如果说他的社会秩序失去 或者在中央政府的控制 比较弱的时候 他的宗教的冲突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这次事情看起来 是一个比较 一个单独的事件 现在有一个 当地政府的官员的儿子 已经被拘留起来了 因为他可能是被涉嫌的 而且是没有在现场被枪杀的 那么很多这些枪手 到底人数多少不知道 可是很多在现场就被击毙了 所以这是一个恐怖攻击 而且你看他有这些 看起来有这些 专门针对这个不同教 这个宗教的这个对象 东正教 那么犹太教 都被视为攻击的目标 所以其实这个里面 到底有没有外来的势力干预 那么这个就很难说了 因为这个在过去的时候 俄罗斯这一类的事情 发生的并不多 发生的并不多 而是在俄乌战争 现在开始好像很多 俄罗斯境内的这种恐怖攻击 越来越起来了 所以其实就是说 俄乌战争 它的外衣效益 有的时候不是在其他国家 而是在俄罗斯本身内部 这种矛盾比较激烈的地方 是它的所谓的弱点 会慢慢慢慢蹦开 不过我觉得这个 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说 俄罗斯政府一定是会详细的查 不过从目前的迹象看起来 这个跟宗教跟种族之间的这些 长期的这种不和 可能是一个容易被人趁戏而入的 一个裂缝 那这个普丁在越南的时候 讲这件事情 在越南访问讲南韩的事情 事实上我觉得他是因为他在 在越南的时候 他有一个公开的记者会 他在北韩的时候 没有公开记者会 那这个是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特别提起来 那他特别把这个 在北韩的事情 他在这边讲出来 因为在北韩的时候 这一次普丁到这个朝鲜 最大的一个成就 就是跟朝鲜签了一个 几乎是军事同盟条约 这个在国际关系里面 这是最密切的关系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关系 这么密切 也没有签军事攻守同盟条约 事实上这个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唯一一个 跟全世界签的军事攻守 也是跟朝鲜签的 也是跟朝鲜签的 只是不太提了而已 那这次俄罗斯 去朝鲜签这个 当然了 他有很多的用意 我觉得基本上 还是基本上 把他在东方的这些 所谓铁杆 而且像北韩的话 是非常孤立的国家 把他笼络到身边 那这种要做打手的话 要做这种 所谓代理人的话 那是最好的这种选择 尤其是北韩 尤其是朝鲜 当然以这个军事实力来讲 尤其是以这个 普丁强人的个性 他去警告这个南韩 没有人笑得出来 但是南韩跑去警告 这个俄罗斯 就是大家都笑了 那我觉得这个 有点鸡身蛋 诞生机嘛 普丁说 你不准提供 乌克兰杀伤性武器 那南韩就说 那你就不要提供 北韩武器 要不然我就要提供 乌克兰 就是勾腰尾巴的一个概念 韩国人一向是这么强硬 所以尤其现在 现在这个尹席越 越认为他已经跟美国人 已经平起平坐了 他跟这个日本人 也解除了 也这个化解了 成为什么盟友 他现在这个 在东北亚 他是这个三强 鼎立中间的一强 他事实上 他的这个底气也很旺 但现实感应该还是有的吧 你觉得这个南韩 去警告俄罗斯 这是一种 怎么讲呢 这个内部的安抚 自信心的提升 还是认真的啊 我觉得是认真的 认真的哦 对 因为韩国一向 把他的国家安危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美国的身上 对 他由美国做靠山 他是很多是敢做的 而且这个南北韩 这个两边啊 大军对阵了几十年啊 那个中间就是几个 就是一条 这个非军事区而已啊 要越过去 那这太容易了 所以呢 他基本上 他靠很强的军 这个心理的建设 所以这一次 事实上俄罗斯去跟北韩 签了那个军事攻守同盟条约 那事实上也是针对南韩啊 南韩正好没有机会 来表达他的不满了 那正好俄罗斯这样子讲话 那正好打折水棍上嘛 对 那意思就是说 你跟南韩 你跟朝鲜不要以我为目标 你去找美国找日本 不要以我为目标 你找我为目标的话 那我也去拿你的敌人 做我的朋友来相待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 基本上还是比较怎么讲 敢做敢当啦 不像这个赖清德 明明是台独分子 然后呢一辈人家 问罪以后 他就说全台湾 两千三百人都是台独 躲到他最不喜欢的 我如果说 我如果说我是主张台独 我就觉得赖清德太没有种了 这是好机会啊 让你告诉这个全世界 你就是台独啊 给你一个舞台让你展现一下 越是有压力的时候 你越站出来 你才有价值啊 这是好机会表演 他怎么归缩成这个样子 比乌龟还才 真的头又缩回去了 真的这个 这个你看他应该学学 学学人家韩国人 碰到你今天 碰到再强压力 人家还是干怎么样 人家还是不会这样 随便示弱 对啦 但是从这个军事底气来看 下面网友是冷嘲热讽 欢迎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 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 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超宽版 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 放送款 百搭 荣耀款 期间限定 1加1 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 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 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 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 ios 首作还 Voor宵 9 6 8 10 8